吃点小颗粒, 我发现这羊脏的也挺好, 这果呗,这色气也挺好,吃的口感也挺好, 这个吃的好,咱们这个个头呗,明显的显得大点。 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咱们这个果咸亮,口感好,吃的这个巧克力。 正常是他们来收的时候,这个果都看着不错的。 对,过来收的时候呗,过来收的时候都看咱们这个果个大,好,色好,口感也挺好的。 你把他们比较的比较的肺脏都好,用的都挺好的。 你这个去年你这个一个棚铲了多少斤?去年都差多今儿了呀? 我都忘了了,他们一个鸡有个要贝儿来,忘不忘了。 我叫鸡家肯,你把鸡家肯比较多长,今天这个个头容易咬的。 我们只是做一些很基本的东西。 你看咱们普通的这个肥料,它这个吸收利用率很低。 咱们就是围绕这个吸收利用率,让咱这个植物,包括这个像草莓各种的这个经济作物, 达到一个增长增收的效果。 对,在找那边湿了以后呗,那是穿心眼,它照得挺好。 我这个头是晒劲,这口感我吃的也挺。 你随时憋的份呗,它吃的化肥以后呗。 它是酸的,现在这是口感呗,挺。 吃的以后呗,相当挺,口感挺好。 因为咱这个地慢慢的,由于使用各种排散农药啊,或者是这个肥料用的太多。 有的很多都把这个地慢慢的用的都不如以前好了。 得发板,是不是这个有点发板? 这个是不是以后呗,那地边也相当在什么的? 相当在松化的。 所以呢,你像这,你看,你再吃一下你这个草莓的话,刚才你也说到比以前咸了。 嗯,口感不是以前咸了。 大家有感受。 你看啊,这个,不管是从哪一方面,就是我们做的就是,包括这个草莓,还有很多的水果类的,是吧? 都回到以前的这个口感。 现在为什么都国家里吃菜这个生菜,是吧? 这样吧,你给我们这个肥料做一个评价,好吧? 我用了这个肥以后呗,我明显的感觉呗,就是,口感好。 羊子状,那个,这个果儿个儿大,这是我对这个肥料的最大的评价。 那看来这个下次用的时候还得用啊? 对,下次还得用。下次我还得卖个鸡蛋,重西红柿,我还得用。 因为下次我要重西红柿,还得卖个鸡蛋。 其实西红柿的时候,你再用,你心里更有劲。 对,我更有劲的。 我现在用过这个肥料,下来我心里有劲的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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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